那再來的話有關那個凍結窗戈 那這個凍結窗戈其實為什麼後面才講 主要原因是因為你們這個還沒做之前 你凍結掉其實沒什麼意義的 那什麼叫凍結窗戈應該大家都有用過吧 就是說因為當你捲動的時候 那上面的那個交叉篩選分析篩影器 它就會被怎麼講 被捲到上面去看不到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說 我當我捲動的時候 我有些要動有些不要動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就有必要用所謂的那個 就是在檢視裡面就有凍結窗戈 那凍結窗戈的話 如果你要一整列凍結的話 你就選一列 OK 一整藍的話就選哪一藍要凍結 那這裡的話它希望我們凍結是哪一個 1到11列吧 那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我捲動的時候 我這11列不要動 那底下的資料要動 那請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要凍結上面的列 那你一定要選列 那可是應該選哪一列才對呢 這個地方很重要 你不要選錯了 你想說老師那我選第11列對不對 跟各位講如果你選第11列 那就凍結1到10而已 所以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凍結的範圍 你要選擇的是它凍結範圍的 下面那一列才會是正確的 所以他說1到11 那你記得要是點選第12列 OK 所以特別注意不要選錯 因為如果你凍結第11列的話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凍結11列 然後你凍結窗格有沒有 凍結窗格這邊的凍結窗格按一下 那你再卷動一下 你會發現 第10有沒有 你卷動的時候 它第11列被跟著卷動了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凍結是1到11的話 記得是12列才對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就取消凍結就好了 所以如果你要恢復的話 很簡單 你就取消凍結窗格 它這個時候恢復 那你再去選擇第12列 然後再去凍結窗格 再去點選凍結窗格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你卷動 記得1到11列不要動 下面會要動 卷動 OK 沒問題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要凍結 記得 如果凍結是1到11列的話 那記得選擇的是第12列 而不是第11列 不要選錯了 那你選錯也沒關係 記得就是 要不你就Ctrl字一下 要不就是 你再到那個檢視裡面 他這個時候的狀態 會是取消凍結窗格 OK 這個狀態 你就把它取消掉 重新再設定一下 那如果是針對考試 考試我建議你不要這樣做 我是建議你CtrlZ 因為如果你做錯的動作 即便你再做對 他有可能會記錄在電腦裡 評分的時候可能還是算你錯 我之前有遇過類似狀況 所以最好你如果做錯 你會CtrlZ 記得CtrlZ就復原 然後OK 復原一下 好 那我們記得選擇第12列 然後把它凍結窗格就可以了 如果你要取消就取消 這樣的話 捲動就OK了 那你說這個有什麼好處呢 基本上 就是說呢 當你在點選某一個 這個學院也好 然後你會發現 它這個地方就馬上顯示出來 那如果這個學院資料比較多的話 那你也可以捲動 那捲動的時候呢 不會影響上面的1到12列 這樣看起來 其實整個操作的介面 UI啦 使用者介面就會非常友善 那跟之前的篩選 我覺得整體 就會大大的提升 它的操作的友善度了 OK 最後當然 如果你點的上面 交叉這個分析篩選器之後 如果要恢復的話 怎麼恢復 記得喔 它的右上角 會有一個取消篩選的一個按鈕 所以如果你要把 剛剛你按下去的狀態 把它恢復的話 那很簡單 記得喔 要按一下 右上角這個按鈕 它就會把你剛剛 做的那個篩選的動作 把它清除掉 清除掉 它就恢復了 OK 有沒有 感覺起來喔 突然間呢 你就做了一個簡單的查詢系統了 以後的話 如果你假設你聽到要查什麼 你希望馬上可以找到 你要找的相關資料的話 我覺得這個練習其實可用度還蠻高的 因為它完全不用寫任何程式 可是卻又可以很快查出你要查的資料 感覺好像蠻OK的 那這個的話就是這個所謂的凍結窗格的部分 那再來待會我們就來還有一個 剛剛好像講到二支A跟B嘛 然後再來的話就C 二支C部分 它要查出什麼 這個 Network跟模式 其實這個就剛剛講的啦 其實再來的話 就是在提名的地方 所以我們先點選什麼 根據剛剛的需求 先找出那個 管理學院的統計跟 資料 資訊管理學系 然後再用篩選的方式 找出那個提名 這個欄位 是Network或模式 這剛好做過類似 所以我們來做一次 一先找到那個管理學院 點它一下 然後再找出 統計跟資訊管理 所以點一下 再點一下那個資訊管理學系 不過你會發現 我點了統計 它為什麼管理學院不能點 跟各位講還有一個關鍵 如果你要兩個同時 記得按Ctrl鍵 Ctrl要按住啦 有沒有 Ctrl鍵按住 就可以多選了 這個可能也是一個小機關 跟右上角這個也是一樣 如果你會用的話 你會覺得 不錯耶 蠻好用的 每天就不要下那麼多條件 就可以把你要的資料撈出來了 再來的話就是要做關鍵字查詢 關鍵字查詢記得 在提名這個欄位的右邊 這邊有一個箭頭 我們就找到哪一個呢 文字篩選裡面的包含 所以這很重要 OK 記得喔 反正就是這個箭頭 如果裡面的資料都文字 它就是文字篩選 如果是數字就數字篩選 如果是日期就日期篩選 它會根據你欄位裡面放的資料 會有不同的篩選狀態 也會給不同的條件 OK 那其中文字最多的就是包含 那包含下的條件我剛剛做過啦 其實就是喔 把那個包含的部分喔 有沒有 這個地方找到 然後先下一個network 記得 他當然理論上大小寫好像沒有差別 沒有區別 可是我們也不要打錯啦 然後或 或的話再一個包含 然後再模式 然後enter OK 所以記得這個一定要和喔 不能且 如果且的話什麼都看不到喔 那只要你輸入的條件沒有錯 那記得字不要拼錯 而且最大 也不要 我發現有些人有那個不好的習慣 會按空白鍵 千萬不要沒事按個空白鍵 就反而會出錯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 反正你不要打錯 然後檢查一下 沒問題喔 你這個時候按確定喔 理論上應該會顯示四筆資料 那如果你顯示的是四筆資料的話 那恭喜你 應該這個部分就是正確的 OK 當然啦 我是建議啦 你不是只是針對考試啦 我覺得平常在用就很好用了 那你說老師這跟找工程師來寫什麼不一樣 其實沒有不一樣啊 對不對 反正都可以查資料啊 而且說不定找工程師來設計的喔 還反而更不能性化 你跟他講半天他給你東西 不見得是你要的 反而更麻煩 那這個地方的話你可以針對你要自己設計 你就可以自己把你要的這個功能給設計出來喔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真的考試是OK這樣 那如果我平常要用要把它恢復怎麼恢復啊 一樣嘛 如果如果你有篩選過的話喔 在他的右上角一定會出現有個漏斗的形狀 那如果你要恢復也很簡單喔 你就把它點擊之後 他這邊就有清除啦 有沒有 清除篩選 有沒有 如果你要恢復的話喔 那你會發現這個漏斗加一個叉叉喔 跟這邊一樣啦 漏斗加一個叉叉 其實就是恢復的意思啦 所以以後你看圖大概就知道了 這個好處就是說喔 他查詢一樣可以查到你需要的那個效果 然後也不用去求助於別人 反正你就可以查到你想查的東西 OK 那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也試試看喔 把它恢復再做一遍看看 這個清除喔 然後這邊也可以把它清除 那如果再做一次的話 就管理學院統計按Ctrl鍵 記得按Ctrl鍵喔 如果你要多選一定要卡住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文字篩選裡面包含 那就像Network 然後或包含模式 確定答案就完成 試試看喔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第三題 我們要看